都不是来自朝鲜 而是来自其他别的国家 那么你不能说是朝鲜的人 分散到这些国家当中去 来进行这样一个袭击活动 显然可能这有一点扩大化 我想可能就是说 我就说不能排除是从朝鲜那边 这个采取的一些行动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那么我也想了就是说 因为像尤其像美国 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树敌过多 可能有些对他袭击的国家 可能就会来自各个方面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好的沈先生 我们来继续接听中国大陆的听众 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看看他们对这些问题 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下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 这是一位电视观众 王先生您好 湖南王先生 我对沈先生这个嘉宾今天的讲话 我是有不同意见的 我认为你在好像客观上 好像你符合中国的外交主流的思想 同时这种主席思想 我本人是表示质疑的 关键我觉得要看看朝鲜这个政权 今天这个政权是否道德约首 道义约首 它是不是失到华州了 所以坚持它在国内呢 是道行一时 厂窟增压 没有人权 甚至人们一时都得不到保 这样疯狂国境被战 你还替它什么主权 好像是它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待遇 应该给予它 我认为那世界上那原来的那些系列的政权呢 没说你没 同情人籍 我们能够把它是一个它应该做的事吗 所以如果撇开这一点 它朝鲜的意思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好的王先生 另外我认为国际社会现在对它的制裁 很多方面对它的富贵人家 基本上也认为它是旧有知识 谢谢 好的王先生 王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 下一位呢是辽宁的王先生 辽宁王先生 您在我们节目里 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节目里请抓紧时间 好 王先生的线路不好 下一位是河北的杨先生电视观众 杨先生您好 大家好 您好 我觉得现在的金正日通知下的北朝鲜 跟当年独裁暴军毛泽东通知下的中国 有许多相似之处 因此金正日完死不如早死 就像毛泽东如果不死 中国也不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好 我的话完了 好的 谢谢河北的杨先生 沈先生 看来呢 我们的听众观众对您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和意见 您如何评论 当然 刚才这位听众啊 讲到就是说 朝鲜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和 和毛泽东时代 有某些相似之处 应该说在 在什么呢 比方在发展这个 核武器上 可能朝鲜呢 因为当时呢 中国发展核武器 好像就是中国 这个遭受包围 这个 也就是说 西方啊 对中国进行敌视 尤其是 美国 当时和美 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呢 就是说 对中国呢 这个进行封锁 这样的话 这个当然中国也是为了打破这个核垄断 打破核恶炸 这个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哪怕自己在 这个三年自然灾害 最困难的事情 还在那个 发展核武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有一些这个背景上 也就是说朝鲜 但它现在经济也困难 它也好 但是我就说 那个时代是不同了 因为现在的话 这个 那个时候 当然从 我们说时代不同了 也可能就是说 在朝鲜方面来看来说呢 他可能说 这个时代 仍然是一个冷战时代 仍然是对我是一个 敌视的一个时代 我是处在一种不安全的 你们就是其他 但是他朝鲜呢 也不是一个 大家在包围他 大家在要摧毁他 也就是说 目前来说 所谈论要改变 要改造 要推翻竞争日政权的 也除了 除了美国有此言论的 那周围的其他的国家 这个也没有这种言论 而且就说 而且这个立方会谈 那一方面呢 我们说说 不光是要解决 这个朝鲜的 这个希望朝鲜放弃 这个核计划 同样也是遏制 其他的东北亚国家 包括日本韩国 也不希望他们能够发展 这个核武器 这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好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金正日呢 他屡屡公开挑战 美国这个超级大国 可是奇怪的是呢 美国至今呢 他除了坚持要求 北韩 要求坚持外交途径 来解决北韩问题之外呢 并没有做出什么 强硬的回应 这同美国 同过去伊朗 萨达姆政权 还是最近呢 同伊拉克 萨达姆政权 还是还有最近 同伊朗这个政权的 强硬立场呢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国际有些舆论认为 美国有点欺软怕硬 不知道沈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 是怎么看法 这的确 有的时候 使美国非常尴尬 您认为呢 就是奥巴马政府 上台也以后啊 就说还试头 这个要改善 这个美朝关系 也希望 也能够希望 在这个六方会谈 前一阶段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往前走 这个应该说呢 这个美朝关系 存在着改善的可能性 但是啊 随着这个朝鲜 这个核实验 或导弹以后呢 应该说呢 这种 即就是奥巴马政府 想缓和朝鲜 与朝鲜的关系 也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存在着各种势力 和各种声音 这个也就是说 要求对朝鲜 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 和其他的一些 严厉措施的呼声 比以前高了 但是奥巴马上台以后呢 采用的是这个 巧实力外交 还要用他的这个 还是要用这个外交智慧 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不能说 因为至少他们 有一种分析 就是说朝鲜这样做 是要引起这个 美国的这个注意 是要吸引和美国的这个 直接谈判 显然看起来 朝鲜所做的这一切 当然最后 可能还是想 应该说 他不可能是 一致对抗下去吧 这可能是 刚才我分析了 不符合朝鲜的利益 那么他要 他要寻求 解决办法 那么最后 还是要 因为美国也看到了 最终 你还是得要 给我们谈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奥巴马政府 他也 应该说 不惊慌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完全可以 通过六方会谈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好的 谢谢沈先生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 实施大家谈的讨论 就进行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沈士顺先生 对不起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同时 我们也要感谢 各位听众 观众 您的收听 收看和积极参与 来宾和听众 观众发表的 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 美国之音中文部 也欢迎您 直接登陆 我们的英特网网站 或是给我们 发电子邮件 发表您对我们 节目的看法 下面就是登陆 美国之音网站的 具体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址 沈士顺先生来参加 我们今天节目 同时 我们要感谢 各位听众和观众 朋友您的收听 收看和积极参与 来宾和听众 观众发表的是 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 时时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邀请 美国维吾尔联盟的代表 来谈中国的 少数民族政策问题 欢迎您发电子邮件 到chineseatvoanews.com 就这些问题 发表评论 或提出问题 我们会在节目中 请嘉宾做出回应 好 接下来 请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的 时事经纬节目 我是许波 祝各位晚安